第一 这部法律是一国两者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一国两者事业前无古人 事无先例 注定在推进的过程中会充满挑战 需要不断地解决新问题 香港回归以来 中央已经就香港基本法实施的相关问题 做了五次解释 四次决定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一次全国人大做出有关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这部法律 是中央处理香港事务最为重大的举措 而这部法律本身就是 继香港基民法之后 中央为香港专门制定的第二部重要法律 它体现了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主要求 把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进一步法律化 助劳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防控国家安全风险的制度屏障 对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 具有深远影响